今天我过来洗个牙 顺便过来采访一下这个华人医生 因为这个牙医正好是一个华人 正好过来采访一下 他在澳洲做牙医 还有包括开诊所的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这一家 应该是这一家 不是这一家 这边 德美牙科 它边边是有 普通话 广东话 还有上海话 我看一下它的入口是哪边 诶 入口就是这边 这是我刚刚要进来的 哈喽 我是天女 约到十点钟的 好的 你第一次来 你帮我先填一张表吗 可以可以 我跟他微信上还约了 就是有一个采访 对 我知道 聊的时间也比较长 没关系 谢谢 哈喽 你好 你跟他牙齿有什么问题吗 你吗 你不出事吗 我就想 因为俄亚有一个牙齿破了 然后就几年前 四年前五年现在国里补了 不好 但是补了一年之后就破了 后来我就没管了 现在一局还是困的那个状态 好 我把那个牙齿拿上去看一下 我刚才应该也看到了 这个就是卡到这类额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出来 因为他用钻骨 然后平常有一点点蛀牙 所以我去掉了一点点 就是软软骨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点蛀牙 我这边也很不妨 然后你用钻骨把这个钻出来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软 那牙齿做掉它会软软的 所以平常我们就是去掉那些地方 所用的钻头只能去掉软的地方 硬的一片糖菇等个伤害 然后洗的时候它是一个水枪是吧 它有一个震动 它是有一个尖尖的有一个震动 然后呢有喷水 所以人的震动就是把那种牙齿势 就可以推掉 那我很好奇那种 它那种游戏的话 你看它赞通它是有什么特殊设计吗 就是你比如说在碰的时候 要是石头碰一下 或者拿着碰一下 它会不会算了 没有所以你就感觉到 我一直把你的就是 那个一片塞的肉 那个舌头一直拉住嘛 所以真的是会能遮到 因为有时候的话 你会困住不住什么 对啊 然后你就要脚快啊 就抵起来面都是踩着这的嘛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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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个游戏 就是随时可以随时可以放开是吧 对对对 你一放开它就行吧 哦那你那你当那个牙医多久了 嗯两年了吧 两年了 你之前是在这边 你是在这边直接长大的ABC 对对对对 那你 我父母大概八十三十五年左右吧 但是你汉语说的很好啊 我在这边因为我在这边 当我们华人的课量比较多 所以就没有办法怎么学 我因为我们家里就我一个嘛 所以家里都是讲国语的 就逼的逼的都讲逼的 我们在家里全都是全都是讲国语的 但我们父母也还是会听英文 但是呢说实话就一帮帮了 那你然后你后来你是去学这个的话 他是要去必须是TAP吗 还是说是必须是要Bachelor 雅科雅医 哦我们就是每一个省 每个大学有不一样的 我们呢 哦我是在西地大学 他是必须要都是BSN的 所以你要先练一个Bachelor 然后再去练 嗯你在学校里面呢 最后两三年多数都是实习 所以从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 看那个看病人了 所以最后两三年就是 有有老师一起带的 你当时呢就都是自己做的 五牙啊 八牙啊 这些根管啊 全部都有做 你看 我们那时候都已经开始做了 学牙医的话要学多久 呃 最基本的要是从中学毕业出来是五年 然后呢 要是你是毕业生的 就是Bachelor练完有四年 因为有一些 又不太怕 这种东西就特别怕的 对 嗯 打真身 要是牙 牙周炎比较厉害 像我们今天洗牙 那有一点点牙齦底下的牙 牙界时 我今天就真去洗过来 但是要是更深呢 真的比较困难 然后而且呢 我平常呢 我这个 你 我的这个洗牙的尾部 今天开车有40%的异强度 要是你开车 最压子呢 就肯定会不舒服一些 然后那些情况下 我们平常就打完药生成起 但是呢 只能打半边嘛 因为你想要是整口打的麻药 是不是有 整个没有办法用 完全没有治疗 对对对 所以呢 我现在还是能感觉到 但是应该是说话不太说一下 就有一点点 就是自己感觉不到 但是应该没有影响它的动物 对对对对 但是会感觉有一点木木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一个好玩的问题 我也打过多多的麻药 对对 还有一个好玩的问题 就是那你牙医吃糖果吗 吃巧克力吗 你们自己会吃 我们圣诞这时候 那时候经常有人送 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图法里面 摆了那一段时间 多多的糖 多多巧克力 但是 嗯 就 就是不能吃嘛 就是平常呢 要好好照顾就可以了 就是吃完之后把它刷干净 嗯 能输出口啊 然后你要记得 天天要刷牙刷得比较干净啊 要有痒性啊 那些 反正你牙齿照顾好了 也不是完全不能吃糖啊 那些 就是 我觉得 这个太难记住了 对 其实很多同学 我们都比较 就是爱吃零食的 嗯 你觉得如果你要想普及他们知识的话 你觉得最重要一点 就是他们 但是很多人又容易误解的 哦 我觉得每个牙医都会跟你交代 要用牙线 或者要用 那个 就清洁牙份 因为我平常就交代客人呢 你牙齿这样子排在一起呢 你刷的时候 只能刷的就是 它不碰到的一起地方 所以要是你不清洁牙份呢 你就有两个表面 和那牙影部位 你原来没有刷到 所以呢 就那些牙份呢 特别容易付 然后牙龈之间呢 那些牙齿逐渐 特别容易积累的脏东西 但是 我觉得很多人呢 牙线用不惯 然后非常乖用 对 我也是市值中 但是 有时候 它有不同的种类 而且有一些是那种宽的 窄的 其实要选很多 对 真的之后你会发现 有一些好用 有一些不好用 对 就反正可以自己试一试 它们 你就 你自己感觉哪一个呢 比较好用 比较方便呢 就那你多用一点就行了 对 要是呢 用的不方便 你自己也不会想用 对 你觉得护牙里面 就如果大众最容易做到 就是用牙线 然后 嗯 对 就 就是在护牙方面的知识里边 其实你最想说的就是 最想 就是普通人都会知道要刷牙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只刷牙 不用牙线 然后因为呢 他们感觉就是 用处又不大 然后刚开始用的时候 又出了多多血 然后又方便 所以呢 经常 很少人会觉得 每个牙医都会跟 他们的客人 说 啊 要多多的用牙签 但是呢 从来 从 很少人会去 那个是要每天 每天都用吗 你觉得 最好的时间是 晚上刷牙前 我先把脏东西清出来后呢 你刷牙的时候 那个牙膏 可以好好的进到牙分里面 这样子就可以保护牙齿的牙分 那一个最最后一个 嗯 好多人都觉得 律师和牙医的收入很高 就是大家去想到的 稳定的 然后收入底面 然后你觉得这一行 就是大概 是是是是真的吗 有的诊所呢 他会有一点底薪 要是没有赚到一定的收入 这一周 他会给你底薪 要是过了呢 就没有这个底薪了 然后呢 有的诊所呢 特别给毕业生他会给一个就是就是给一个salary 对 或者你要是在那个你在公共的座呢平常是salary的 公共的我不确定 应该差不多9万块钱 就是就是 谢谢你 谢谢你 非常谢谢你 哈哈哈哈 就是里面那个 最里面 嗯 对 还有我边的有一颗牙齿 我建议你 OK 你这两个 然后我下次下次再约 好嘞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